我是喜贵雅外 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您的孩子在学校里过得好吗 教育部统计 2020年疑似校园霸凌通报案件 一共854件 不止通报量居高不下 其中疑似老师对学生的霸凌案件 更超过50件 成为警训 10岁的安安 曾遭到导师长期言语霸凌 还常常剥夺他下课休息的时间 让孩子深深恐惧 身心俱疲 而隐身在网络暗处 匿名的攻击言语 随时刺激而动 也成为近年而受一大威胁 该如何遏止霸凌 透过校园修复式正义 是否能抚平霸凌受害者 心中的伤痛呢 采访小组的追踪报导 继续来看 受伤的学生的心理影响 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刚刚就拿着手 你不学老师 是对你说哪些话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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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因为是在一个成长期 突然 早晓断霸凌 他可能扛不住那个压力 黄昏时分 十岁的安安 拖着沉重脚步 快步逃离 曾经宛如噩梦般的校园 2020年9月 安安身上国小三年级 有了新同学 换了新导师 原本满心期待的校园生活 却让他跌落 痛苦深渊 那以后自己在那边说 我来试试看什么啊 那这个老师 我来经常试试看 太质疑了啦 心理笑语了 容易笑识了 老师的情绪也不是很稳定 一直在骂小孩 小朋友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 这是发生在课堂上的真实录音 拥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新任导师 经常暴怒大骂学生 连下课休息 都成为安安 难以实现的渴求 他连午休的时间 也会被老师叫去写功课 比如说美术 美劳课 他可能被老师发现 在哪一个部分没有写好 又会被叫去 不能做美劳课 所以等于是他受教权 一直在被剥夺 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你这张图里面的人在做什么 打篮球 打篮球 那所以他在上什么课 体育课 所以体育课也是你最喜欢上的课吗 应该是 他都不能下课 所以他梦到他自己可以下课 然后还可以画画 我那时候听到他 他说这样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 就是又崩溃了 因为我觉得这好夸张 这是什么样的人生 孩子的同言同语 妈妈听了心如刀割 但让家长最无法接受的 是老师种种挥权下的粗暴言行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这是一个老师会说出来的话 就我而言他是绝对成立精神暴力 那我也会觉得他成立霸凌 他贬义小孩的人格 他就是他就侮辱他嘛 我看起来也蛮长期的 以这样的行为我看起来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识人的老师 老师解禁羞辱突如其来的责骂 为期长达两个月 对十岁的孩子造成莫大压力和恐惧 回忆事发经过 他小小的身躯立刻紧绷 出现沮丧焦虑等剧烈情绪反应 尽管家长多次向校方反应 但换来的却是导师变本加厉 对安安更具针对性的霸凌行为 有些提到霸凌的形态 就是有部分是属于排挤 有些老师就说 某某某谁还跟他做朋友吗 你们会要吗 其他小孩就会说 不要他最坏了 他是小霸王 我就是另外一个很严重的受害 他成为一个会依附威权 复制威权 甚至成为威权的帮凶 而他何其无辜 根据交易部统计 近年通报疑似校园霸凌个案 居高不下 2020年共通报854件 与2016年的606件相较之下 成长近三成 其中失对生霸凌近超过50件 严重侵害耳少权益 但实际确认属实成案的 却寥寥无忌 我们自己所接触到的个案 跟申诉案都成立不了 那几乎都会看到那道查报告说 确实有不当 而这样延迟不当 情绪失控 管教不当 但是不成立罢了 之后就把它当成一个据点 这是要被检视的问题 这些不好的老师永远都不会被淘汰 霸凌的认定这个东西也一定要被改变 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 受伤的学生的心理影响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被抹灭 这是一辈子的 就是目前来说 很多这个学校在面对这一类 校园的体罚霸凌不当的 这个管教的这些申诉案件的调查 其实那个品质也是称赤不齐 教育部就是要真的要针对 调查机制怎么运作 积极地去做了解跟监督跟改善 还给澄清人 他们要的这样的一个真相跟公道 我叫华华 这件事是14岁的时候的事 不过因为一开始 大家都觉得我可能太乖或是干嘛 就觉得比较有欺负什么 可能我只是不小心看到他们 他们就会表彰化这样 啊就心想 我又不是在看你 只是不小心尿到 啊为什么要骂我 20岁的画画 曾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国中岁月 霸凌者的无情言语 让她封闭内心 层层物装宛如负伤的刺猬 每次一提到学校的时候 我就突然就 就是有一股很不爽的感觉 后面我就很常开始跳课 然后去学一些不抽烟啊 出去跟人家吵架干嘛 都有可能 我们有个孩子小时候非常的乖 可是他发现是乖的自己内向的自己 交不到朋友而且还反而一直被霸凌 所以他还反而意识到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早就变坏了 我就不会受到欺负 我就不会被霸凌 甚至可以有很多朋友 一少年因为是一个成长期 就是呢 他可能本来是一个 很 很活泼的孩子 然后突然 遭受到霸凌 他可能 扛不住那个压力 他没有 他不知道如何解决 近年不少霸凌者 更隐身网路 成为儿少身旁 看不见的危机 青少年想不开 校园霸凌 网路霸凌也是青少年压力来源 挖手机看看自己的赞 时时刻刻都好担心 不受人喜爱 没想到网路世界的好坏 随时左右孩子的负面情绪 现在很多都是 动不动就要开副本啊 例如说什么 有人在路上看到你 就骂你一声什么XXX这样 然后他就会突然在我网路上 开一个副本 说那个我刚刚在哪里 遇到那个谁谁谁 怎么样怎么样 网路霸凌一直都存在 我不会看到本人啊 我打的那些字 经理其实是没有负担的 没有什么太多罪恶感 我只是加入这场 是讨伐这个人的行动 可他不会知道是 这个被霸凌的人 看到这些文字 受到的伤害是有多深 2021年而福灵门豆茶 超过两成的儿哨 曾经遭受过网路霸凌 其中霸凌者以朋友 或者是同学的比例最高 约占八成 其中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约21.5% 网友则占16.4% 而网路霸凌更突破时间 及空间限制 对儿哨身心的伤害 而此次小时如影随形 孩子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很多人都在骂我 然后一直都在骂我 然后删也删不掉 我们有曾经遇过 有一个学生 他在学校被网路霸凌 导致他最后是没有办法去学校的 对 因为他只要见到学校 任何人好像都是有可能 会攻击他的 千万不要跟小孩说 你把手机关掉就好 我们应该是要去了解 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感受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去问孩子说 需不需要我们的帮忙 那需要我们帮忙做什么 疫情席卷 网路更开始流窜 对确诊者的各种肉搜 成为最新型态 网路霸凌 有某科大学生终于忍不住 在网路发文说 就是我们不用再猜了各位 该如何杜绝 除了学校 必须落实反霸凌教育 学生对于反歧视认知 也该以并提升 我们很推的就是 友善校园里头的关怀 有时称它为叫做守门人 你发现有暴力的 霸凌的情形的时候 每一个同学 你都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 教导学生也好 那老师也重新的学习也好 那才能够走向我们 比较理想的一个 儿童权力的保障 今天很感谢两位愿意到这里来 我知道要面对你们彼此关系的 这些冲突是很不容易的 镜头转到大甲国中辅导室 一场冲突后的对话正要开场 就读九年级的小莹小萱 原本情同姐妹 却因一场网路购物纠纷 友谊从此决裂 有时候我们两个之前 就是有跟别人买卖 等着一两个礼拜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直接去问卖家 卖家才跟我讲说 那时候已经没有算钱了 所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不告诉我 也没有把钱退还给我 后来我们两个就开始吵 就网路上就开始骂对方 在家上我朋友比较多 然后在班上也比较强势 所以可能对他造成的伤害 也会比较大 就是很大声地指责我 然后让我一直想要逃避 不让我在班上 就是变得很少朋友 然后每一天看到他 就是会选择逃避他 不是面对他 冲突越演越烈 不只从教室炒到网路世界 甚至插点激化成霸凌事件 长年推动校园修复式正义的 辅导师主任季盛函 急忙介入居中调解 是不是可以请你说说看 这件事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包含你的生活或你个人或周遭的人 导入肥暴力沟通理念 季盛函透过观察 感受需要及请求四大步骤 一步步引导孩子说出心中感受 但过程中有些关键字 绝不能说出口 像我们在修复对话 通常我们会问说 发生什么事情 来取代为什么 当我说为什么的时候 你为什么这样做 其实隐含着 第一个是指责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他提供了对方找理由的借口 好像只要回答一个理由就好了 这里是感受卡 那老师把它摆出来 那你们可以挑出各自的感受 激动是因为这件事情过后 我们两个吵架 然后在网络上一直发文 互相攻击对方 所以就让我因为一则发文 就让我情绪变得很激动 然后我很内疚 因为我没办法面对他讲出所有事情 所以让他造成有现在这些情况 然后无助是因为没办法找到人 诉说这整件事情 我相信大部分的大人 都会希望孩子去说对不起 去进行道歉 可是就我的经验 不需要太刻意去要求孩子这样做 即使他做了不好的行为 不被认同的行为 但是强迫他道歉的时候 他会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对话 倾听 是校园修富士正义的精髓 既有一次次沟通 进而产生同力 受伤的心即便无法立刻复原 但总有雨过天晴的那一天 那我们都能够理解彼此的感受之后 我们一样运用牌卡 找到真正内心的需要 好吗 和一些就是 就算我们两个还没有办法那么快和好 但我希望在网路上我们两个至少是 和平和喜相处 然后尊重就是在网路上那些 能够给彼此一点尊重 好 所有的冲突都是沟通不了 你不修复 那事情问题一直僵在那里 误解在那里 也不是说记个过就好了 那这样处罚 教育就是还要教他 这个是培养学生沟通的数量 这个修复士正义正在 就是在希望大家好好继续在做下去 校园本该守护下一代无忧成长 但霸凌事件总是令人防护身防 谢谢老师 教育第一线该如何营造友善环境 法规和制度又能如何健全改进 听见孩子的心声化解恐惧 也拉他一把让伤痛止息 阻止校园霸凌每位老师所有同学和家长都是关键 听见受害者的心声给予更多的同理和支持 才能拉起防线让校园更安全友善 下个单元我们的镜头要转往安置机构 追踪儿校保护和他们的伴家之路 马上回到华世新闻杂志 所以我在我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恨 就是觉得说你没有照顾到我 那为什么如果真的我长大 为什么我一定要接纳你 我们有时候是规范者的角色 但我们社工又必须是协助者的角色 所以我们常常在两个角色之间平衡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世新闻杂志哦